诺贝尔奖常常被视为世界上六个领域的最高荣誉 无数人穷其一生只为证得这支高无上的荣誉 1901年第一届诺贝尔奖颁发 奖金共计15万瑞典克朗 按现在的汇率计算相当于11万人民币 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大致抵得过高级教授20年的工资之和 时至今日诺贝尔奖已经颁发了119年 来自全球各地共计919位科学家 艺术家和24个团体获此殊荣 人们不禁想说诺贝尔当时留了多少基金 这么多年还没发完 诺贝尔不仅在化学方面有所建树 在其他儒文学、哲学等文科方面也颇有一番成就 堪称全科人 古今中外能达到如此境地 有如此成绩的人可谓是少之又少 而诺贝尔显然是他们中的一颗璀璨的星 但他一生都孤身一人 因此在诺贝尔临终时 他将自己一生积累的财富全部捐献给了基金会 这笔巨款也就成了诺贝尔奖的基金 为无数科学家确立了奋斗的方向 功成名就的诺贝尔留下的财产超过3000万 瑞典克朗 若按现在的汇率计算 相当于2100多万人民币 在当时可谓是天文数字 但经过119年 就按每年20万人民币来发奖金 也早就不够了 何况后来的诺贝尔奖金 每一项都有几百万人民币之多 原来诺贝尔在他的遗嘱中 特别强调了他的遗产与基金的问题 他说原则为不动本金 也就是说 诺贝尔将遗产全部投资给了基金会 基金会就拿投资收益作为奖金 而遗产本身不动 天才的诺贝尔 绝佳的投资方式 这一切 使诺贝尔基金会运行百年 而仍能延续 不断的鼓励着科学家们 努力进去 为人类做出好的贡献